Hello 大家好 薩姐 今天已經是25號 很快又到大家出糧的日子 當然薩姐也會出糧的 其實不是說這些 其實主要就是我朋友明天就會飛日本 我昨天突然想想 好像日本實施了新法維 退稅好像沒那麼方便 要不要看一看 我於是上網找一找 找到了 原來是未實施的 現在正在草耳 遲些可能不能在百貨公司退稅 可能要在機場退稅 當然日本有些業界 會不會令到人不再來日本 其實這個比較少 會不會影響到人對於日本的消費體驗 會不會加派人手 到時在機場加派人手 不用等旅客排長龍呢 日本就說得很偉大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可以在百貨公司退稅呢 他就說 因為那些人買了之後 退了稅之後 就會兜售出去 逃離這樣 令到日本政府賺少了 不知多少多少億的稅 好似很偉大 但其實 想一下就不現實了 你在機場擺退稅 難道我又不可以賣嗎 對不對 這個根本就不好了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不是說收少了很多稅 其實他是想掠你們的旅客 因為我們旅客我們給了稅 到時如果去到機場退稅 人太多的話 我們趕著上機的話 我們就變相不會退 那他就賺了10% 他是博這件事 其實他說 在日本退完稅之後做生意 說真的 你不檢查的嗎 我就算退稅 我馬上賣走的東西都不行 因為其實 這個是日本政府自己的問題 就不關我們旅客的事 你可以去抽查 你可以去抽查多些 我記得 大家知道我去日本很多次 我都被人抽查過一次還是兩次 東京通常都沒有怎樣抽查 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去過一次大阪和鹿兒島 有被人抽查 可能因為鹿兒島比較少人 他會抽得 不是我 不是只是我 我那團都有好幾個被抽查 所以可以有時間抽查 他都會看一下你這張東西裡面有什麼 其實他主要都是看一下你有退稅那張東西 然後看一下你退稅那件貨品 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配合到裡面的東西 你退稅那張單 是不是等於你現在的袋裡面那些呢 其實他又沒有查得那麼仔細 最重要就是你開個行李箱 你有退稅那張 你開個行李箱 他退稅那些沒有封住的膠袋 只要看到有這些封住的膠袋 他就已經是過了 如果我真的出股惑的 我買很多東西退很多 我其實有一兩代 可能我有十代八代 這些膠袋 我有一兩代 真的拿出來買的 即場在日本買的 你都很難檢查 你難道和我剪開個袋 和我逐樣逐樣點嗎 如果真的要做是做到的 如果你怕別人說這樣 那你就抽得鹽一點 你用不著在機場那邊 你擺動明就是不想別人退 你想想 登機前兩個小時去到機場 然後你差不多 飛機起飛前九個字 你要入到閘 當然啦 不一定九個字的 你 你 你 半個小時都還可以 如果你是頭等的話 但你普通的 你就要 飛機起飛前九個字 你就要入到閘 你不可能的 你想想 我難道 如果你全部都在機場 做退稅的話 你想想 我要幾點鐘去機場做退稅 你的機場是不是24小時 有人幫我退稅 有就是凌晨機的話 我凌晨飛回來 或者怎樣的話 其實可能他只有兩個人 去兩個人 我排幾個小時 退還是不退 當然是不退 因為你有飛機 那他就可以賺多些 難聽說 你是機場退稅 我又不可以即場說是嗎 這個多餘的 除非你說我在禁區裏面退稅 那OK 你很厲害 但如果你不是禁區裏面 你在機場外面退的話 我一樣可以 這頭退完稅之後 被你看完之後 這頭退完稅之後 那頭在廁所交易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他們 說得好聽一點 喂 如果你 他說的數是很大的 你要想一下 如果你說少收了這麼多稅 那你想一下 正常 真的會走私留稅 做這些事情 其實很少 可能100%都沒有 那你想一下 那你想一下 他在遊客那裡賺了多少 你想一下 退稅是說了10%稅 那你想一下 那90%貨品 他為我們遊客為你經濟帶來了多少 即是他不考量一下這些 那你現在這樣的話 我們作為旅客的 我會覺得你穩定 如果我下午五點鐘機 那早兩個小時要 要Check in 兩個至三個小時 Check in 那我兩點鐘要到 那我還要退稅呢 因為你要知道 退稅是要看你的行李 那我是不是要再早兩三個小時 排隊 那我整天沒有 如果我是五點鐘機 我希望那一天 可以睡到 真的可能 剛剛酒店 Check out 直接去機場 現在不是 可能要十點鐘 九點鐘 十點鐘 就要Check out 然後在機場 搞完退稅之後 才可以Check in 才可以 拿登機證 那 那 差多遠 沒有了半天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日本人 都是假的 老老實實 那 我唯有 叫我朋友 旅途愉快 那我也不是說 欸 遲些 遲些可能就真的實施了 這個要機場退水 叫大家快點去 我不是 我其實也是 實施 實施 那 你便看看 遲些 我不知道 日本真的排放核污水的時候 有多少人還敢去日本吃魚生呢 我不知道 當然會有些不開心 日本這樣排污水 到時還有多少內地旅客 韓國旅客會去日本呢 一定會有影響 如果日本再加上這些退稅制度 那 就咕咕了 當然 我們是 期望去死的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們 是我 我是期望去死的 雖然我自己是很喜歡去日本旅行 尤其是北海道 但是 在這些 時節的時候 我都需要忍的 希望大家給多些 鼓勵我 讓我可以忍得過去這些時間 所以 為了 解 我旅遊之苦 我 接下來10月會去北京 遲些 可能會 多些時間 安排得好些 應該會去一串 長江三峽的 因為我還是很癡迷 那個 我經常都說 我想坐長江三峽的 那個郵輪 這個是有少許吊詭的 沙姐這樣的人 要我坐在郵輪上 沒什麼事做 我是會瘋的 這個事實是會瘋 但我又真的想游一游長江三峽的 所以 期望 我調節好心態 就可以 鼓起勇氣去長江三峽 但如果 就算 未準備好 即是 吊在船上 我都可能 會想著去 去 桂林 或者 杭州那邊 當然 如果去潮傘 最好冬天一點 因為潮傘都熱的 我都還在計劃 因為大家知道 我是很有計劃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經常都說 情緒病的人 對於突然之內的事 是反應大一點 所以我每次去旅行 都要計劃得很細緻 好像叫自己做事 如果不是 到時一 失了分寸 我就會在一個 比較恐慌的當中 所以 如果我真的要去內地 自由行的話 其實我需要計劃半年 北京就不用計劃 因為北京有什麼事 都有我契妹 但如果 真的要去一個 例如 杭州 潮州 那些 我是要計劃半年 正如我上次深圳 五天 我都計劃了一個多月 要去哪裡玩 搭什麼車 坐地鐵 坐到哪個站 選酒店 我都計劃了一個多月 酒店是早點選的 但好像說 去哪裡玩 要搭什麼車 轉什麼車 那些我計劃了一個多月 你想想 深圳我都這樣 如果再去其他地方 要計劃得久一點 日本那些 因為我去了很多轉 所以就算不計劃 都大概會去哪裏 我都會釋路 但內地真是少自己自由行 通常 回廣州 我的表哥就會帶我到處玩 所以就少這些機會 在內地自由行 希望 接下來的日子 可以多些 機會 在內地自由行 我不想參加團 因為參加團 你看不到 真實的一面 所以我就會 選擇自由行 希望 到時候 或者跟朋友一起去的時候 就多拍照給大家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說到這裏 下次再談 拜拜